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特別是心頭好 因為吳建雄教授我們講了很多次 但是似乎那個反響不是太大 但是大家對他的認識仍然是非常非常之薄弱 但是我開始就說一件日事 話說在文革的時候 吳建雄教授和他老公袁家劉教授 就回到北京 當時周總理 周恩來總理是接遍他們的 周恩來總理就跟他說 你的祖父是政治家 你的爸爸是文學家 你兩個是科學家 但是他接見之前 那個星期一就紅衛兵 打爛了袁濟海的帽子 這個體現到 如果你紅的話 那個國家領導人都會去恭維你 就是你有利用價值 他就 你講到利用價值這個項目是平常之好的 甚至是賺價值 那麼他就什麼都可以 但是他背後喜歡 也都是同時間 他喜歡怎麼動你 其他東西都可以 是啊 那另外一個就是 吳建雄教授年輕的時候是胡適的學生來的 胡適經常說 吳建雄教授是我的學生 但是問題是胡適對這個物理學 對吳建雄教授的學生有多少形式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來的 是啊 兩回事來的 但是大家都有一個 和哥倫比亞大學結合的不解之聯的 兩個是Columbia的 是啊 是的 胡適最先是Cornel 接著轉了學校就去Columbia 是啊 是的 那後面這幅圖片你有什麼評論呢? 那當然這張圖是女的吳建雄教授 男的那個呢 我這行的人一定認識的 就是Powley Wolfgang Powley Powley他當然有了諾貝爾 他在物理學上有一個用他命名的原理 那個Powley Exclusion Principle 就是說對於那些叫做廢米子的東西 你不可以容許他們 去處於一個同一個參數的量子狀態 這樣 那本身Powley自己本身在這個量子理論裡面 有很大的共演 那都是一些大師來的 他最有趣就是這個Powley本身呢 很目中無人的 就是他厲害 他教出來的學生也都厲害 但是他能夠看得起的人沒有多少個 所以這張圖片看到他都一副和諱的表現 就是他都是尊重啊 承認他有學術成就才能夠 就是可以這樣 他肯和你拍照這個已經是一個標準來的 是的 是的 我記得有一個趣聞日視是這樣的 Powley幫那個學生寫推薦信 賤給另一位大師 他那種推薦信你不用想說有什麼說話了 他那個推薦信就是寫著 我這個學生他看起來 他其實沒有他看起來這麼蠢的 他沒有他看起來這麼蠢的 然後就簽了個命 這個學生最後就成功被推薦了去第二天 這個是推薦信來的 就是說他罵得你 你就已經是一個推薦信了 他一個說話就是 It is not even wrong 就是連錯都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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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就是你又這樣說了 一個側面的描述 比如你說吳建雄教授 他其實是那個二十世紀的物理學貢獻 其實他是可以在整個殿堂裡面 是絕對是有頭有臉的 就是他很有他的學術成就在那裡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講他的原因 那你說如果我自己小時候 我之所以能夠聽他的名字 那我自己最主要就是讀到 他在這個楊振寧李政道 拿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時候背後的角色 沒有吳建雄呢 就沒有吳建雄的實驗 沒有吳建雄的實驗 就一定不會有楊振寧李政道的 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是為什麼不頒給黃建雄教授呢 錯了 我就說應該頒給他 這個標準以今時今日來講是要頒給他 不知為什麼不頒 其實那時候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時代背景 你也可以說 的而且就算到了五、六十年代 那種頒獎給女性都是很少有的 那種過的關 你講之前我們都試過居禮夫人拿過 但是要講居禮夫人的那種程度 那我們現在怎麼知道吳建雄有這種程度 那我們現在後世的人當然知道吳建雄也不簡單 但是很多時候你知道就是 我們看以前的人的東西 我們當然知道我們在斯坦牛頓很瘋 但是我能不能夠知道現在和我同輩的人 原來有個都在做一些事情是非常之厲害的 那有這樣的眼光 有這樣的 taste 懂得去做一個這樣的反應的人 我想當時不夠多 所以我都是那句 大家會覺得獻了他一個諾貝爾獎 就算你現在去到哥倫比亞大學 它依然有很多地 有一些不是很多 有些地方 譬如哥倫比亞大學自己本身的書店 另外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它那個去到物理系裡面 它原先用文實驗室的地方 你依然找到它的一些紀念的描述在那裡 但是我覺得不夠了 因為你英文的可能有一種歧視 對吳建雄教育 但是中文我們沒有理由忽略它的 譬如說你楊真寧和李正道都沒有死 還健在 楊真寧今年100歲 我想他們應該說回這件事情 就是當年理論上應該是實驗證明 這個東西那個人應該拿 不是你兩個拿的 如果調整說 應該一起拿 起碼一起拿 那你現在每個兩個拿著 都很少提了 不要說不提了 很少提吳建雄教授 我覺得你作為得獎者 你應該給回一個公道 建雄教授 是啊 我也看到很多這些政治的身影原因 在背後的了 你真是說不好聽 楊真寧教授得罪說一句 如果你不是能夠活到今天這麼長命 其實大家很早就不會太記得 不會太把它放在嘴邊裡了 其實也好 是啊 我會這樣說 所以說貢獻是大 沒有人能夠撥殺到 楊真寧李正寧教授的貢獻 但是呢 那種 你要知道那種 人走茶樑的這種這樣的勢態 其實就是 你去到吳建雄 甚至乎她丈夫 吳建雄 那種 大家都是做物理學的 大家的貢獻也都不會少的 但是最後就是 過了就過了 也都沒有去 因為她在那個大陸的政治沒有參與 就是她頂多一個大陸 是吧 在台灣的政治也都沒有參與 其實這樣說呢 吳建雄年輕、年輕、未考去美國的時候 她是有政治參與的 就是她在中國大陸 當時應該還是民國時代 而且還在說這個三十年代 中後期的時代 適直就是這個西安事變的前夕 簡直就是那個全民抗戰未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在說吳建雄 她是在一個學生團隊裡面 有份帶隊去示威 要求蔣委員長 就要她馬上連結抗日 就不要顧著內戰 她有份出來帶隊的 唉這些也是 一匹糊塗漿的 真的 不過就 你簡單介紹一下她那個成就 因為我一個真的要問你 就是你回答了我剛才第一個問題 她也有說 原來她有參與馬克頓計劃的 這個我真的看了這篇文我才知道的 我們上次講 馬克頓計劃的那些龐之沐節 我們有提到的 但是我稍後再講多一點 如果由吳建雄教授最偉大的 那個學術貢獻講起 就一定是她那個 語稱不守行的實驗 其實她本身是有能力去從事一些 在對一堆 玩一堆的原子 將她能夠冷到在一個 將她冷凍和將她分類這些能力 你可以說她有一套的考手在那裡 就是你將這些 這個一會兒說她在馬克頓計劃的貢獻的時候 我才再看 但是在那個楊振寧李政道那個 語稱不守行實驗裡面 他們吳建雄其中一樣要做一件很仔細的事情 就是她要將某一種的元素 那種元素就是COBOT 古的這種元素 這種古的元素 就是要去找回 就是在初中的時候 我們會見過這種元素的 我們有學的 她說因為她其中一樣可以測試一下 那樣樣本裡面有沒有水呢 就用一種叫做陸化股市紙 那種古的元素是需要用得到的 那她就需要把那些古的這些元素 冷凍到一個非常冷 又不用去到絕對零度 但是基本上就一定要去到液態淡溫度以下 就是液態淡凍住 那個這樣的溫度 於是這些股在這麼低的溫度之下 就會乖乖地出現一個很整齊的排列 你要在這些股在這麼整齊的排列的情況之下 觀察它們的那種Beta衰變 Beta衰變就是電子彈出來的那一刻 是的 它的原子核裡面 有電子彈出來的那種衰變 那種Beta衰變 就是這裡你就要說回 哇 為什麼要玩這種元素 要玩到這樣呢 就是因為它們很希望找到一隻 可以受到磁力所影響 也都可以是能夠表現到Beta衰變 比較容易表現到多Beta衰變的一種元素 然後那種元素 你什麼時候才能夠可以看到它很整齊地 根據外圍的磁場去給反應呢 你就需要濫動它 所以那時候 吳建宏教授就幫忙去想 去設計這種這樣的實驗 我可不可以找到一種能夠表現到 弱作用力 譬如Beta衰變就是一種表現弱作用反應的一樣的原子 那個原子可以讓我們在實驗裡面很容易地去搬弄的 最好給一個磁場去搬弄 於是它選了古這種元素 然後它因為要在冷的時候才能夠更容易看到正確的 所以它也需要把它動著 所以整個實驗的那種很精美的設計 在背後能夠幫楊振凌李正道 驗證到這一種這樣的想法 當然背後有一個不同章就是 李正道教授就認為他首先提出這個想法 但是楊振凌教授就會說 你是提出了某一些場合 一個很狹疑的情況之下的弱作用不守行 其實我講整個universal的弱作用不守行 是我先講的這樣 那這裡就交錯了 它兩位到現在都是不能夠聊天的 就是欠這個排名的原因 是的 當然我作為一個旁觀者 兼完全沒有什麼學術成就的人 我就會說 兩個都聰明 OK 那就算了 但是我就會說 大家都不能否認 楊振凌教授作為一個實驗物理學家 那麼他能夠設計到這樣的實驗 還有有一件事 我覺得台獎 真的可以多找幾張照片去看 看看楊振凌教授做格系 做實驗師的那種風采 我自己是覺得那種很端莊的 民國女知識分子的那種形象 我覺得是由楊振凌教授身上 是表現出來的 她是去到實驗室做事都穿著旗補 可能有一些牆壁會帶著豬鏈 她整個宋美齡不會出場 基本上就是 她有一張就是實驗室 裡面遇到儀器 就是很端莊的穿著旗袍 我就會覺得這一種 很正正經經的 民國女知識分子的形象 在這裡非常之有智慧 非常端莊 但是這個是很典型中國女性的那種風采 那種風采 那種風采我時代中國女性 不是現在中國女性的風采 不是現在中國女性 是的 有一件事情我還沒講的 就是她講到馬克頓計劃 她是1957年做實驗 其實馬克頓計劃是二戰 1945年的時候 那其實吳建宏教授參與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幫忙去將那些有235和有238 這種有元素的兩種同位數 能夠很仔細地分開 那其實你可以說 那種能夠將油濃縮淨化的技術 我就會說 就是你現在講的 伊朗在那裡 去和世界公佈 恐嚇著美國 就是說我有能力將油濃縮到很高% 那其實當初去弄原子彈的時候 其實當時講的20世紀40年代 美國已經在發展它自己那套化工的技術 怎樣去將那種它需要的油 去放在一起 而且更加仔細就是說 你要將油235和有238 都已經是有元素的東西 能夠很仔細地分開 那具體的實驗方法我就不講了 但是基本上吳建宏教授 就是處理這個部分的技術細節 沒有這部分做不做到魚子彈 做不到就這麼簡單 所以它令我貢獻會不會在這裡 那又很有趣的 又一脈相承回它自己 那個在文學時期那個政治立場 它就有份帶著它的女子女 走上街頭去遊行 呼籲蔣委員長一致抗日 結果在曼克頓計劃 它自己就走上了另外一條的抗日戰線 就是弄原子彈 哦 這個什麼都報了 整個兩條已經就是 什麼都報了 原來是維基百科有個條目 Full experiment 不見同實驗 這個名流清史了 這個就真是 就是有這些名字 明明的就 真是有江湖地位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又特意拿它出來說 就是說 就是非常精彩 它自己本身在民國時期 在受的教育 然後它去了美國那裡留學 然後就學有所成 其實對當時來說 尤其是進入了冷戰時期 很多留在美國的一些華裔的學者 最後的成就都不錯 其實楊真寧你正道就是其中之一隊 如果他們都是留在中國大陸 我想什麼都沒有了 你可以說去了另外一個情況 譬如你講鄧嘉仙 講齊三強這班 他最後在那個近現代 中國史有去留名的地方 但是就不是說 是諾貝爾獎那種榮譽 在中國大陸來講 是一個很高的聲譽 他們那些做兩彈一聲那些 就是他們那些人 但是那個純學術上的貢獻 就會是走到那條路 是的 那我做這一節的 很希望大家 無論你認不認識物理學都好 總之你們大家要記住 有吳建雄教授這個名字 是的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完成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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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